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 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家里的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水能量 若是摆放不大 自然会破坏家里的风水 梳子虽然小小的不起眼 可它的风水能量却不太极力 现如今 每个家庭都会至少必备一把梳子 有些人习惯性把用完的梳子就随手一放 也不管是丢在哪里 殊不知 随意乱放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 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便利 还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和自己的运势 一起来看看梳子的风水大计 古代的女子出嫁前 有家人为其梳头的习俗 所谓一书书到底 二书白发齐美 三书子孙满堂 既包含了家人的美好祝愿 也有爱意的传递 梳子是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 可是好像从来没好好研究过 梳子其实有很多种类 不同种类的用法也不同 梳子不只是梳头发的工具 头皮的按摩也不能忽视 头皮健康 头发才健康 而梳子本身的寓意 其实有结发的意思 在中国有四个字 是和这个相关的 那就是结发 妻子在古代的时候 如果对一个人有好感 就会把自己用的书子给别人 就相当于定情信物 所以说书子在古代 就是一个定情信物 因为古代也没有现在 那么多的花样 那么时候 大家都还是非常腼腆的 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梳子可千万不能乱放 否则自断财路 反而还会影响自己的财运 和事业运势 一 梳子不可放在厨房 厨房是烹饪食物的地方 所以在风水学中认为 厨房的风水气场 对家人的健康以及财运 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而梳子放在厨房中 一方面厨房内的油烟 会把梳子弄脏 之后 如果没有经过清洗 就往头上梳的话 就会让头皮及头发上 沾染油污 另一方面 梳子的阴煞之气 会破坏厨房内的风水气场 从而对家人的健康运势 以及财运造成一些不利影响 二 不宜放在枕头下 人体皮肤上有皮脂线 每个人都会分泌油脂 而头皮也是皮肤 同样会分泌油脂 这些油脂都属于 人体内排出的汇物 所以 我们就需要经常洗头 来清除这些汇物 而梳子是用来梳头发的 它经常接触到发根处的油脂 日积月累 就导致梳子上沾染了许多晦气 如果你不常清洗梳子 还把梳子放在枕头下 晦气就很容易侵入你的大脑 让你无法安眠 除了枕头下之外 床上其他地方也是不宜摆放梳子的 将梳子放在床上 它上面的晦气就会破坏睡床的风水 导致睡床上的人身体不佳 夫妻感情不和睦 三 不宜放在卫生间内 为了不弄脏房间 很多人会选择在卫生间梳头之后 就随手把梳子放在卫生间里 虽然这样看起来没多大问题 而且很方便 但是其中的讲究一定要注意 可以在卫生间梳头 但不建议长期放卫生间 在卫生间摆放梳子时 一定要把梳子清洗干净再放置 不然梳子太脏 头发过多就会加重梳子上的乌气 所以要及时清理 断齿的梳子应该及时换掉 断齿掉色或者出现裂缝的梳子 如果长时间使用 是不吉祥的象征 四 床尾 很多人或许不是故意的 或许也不是有心的 会把梳子放在床尾 既然梳子已经出现在这个位置 那就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旦自己的梳子放在了床尾 就意味着 你的运势会从这个时刻 就开始变得很糟糕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疏忽造成的 风水就因为你的一个动作而变得凌乱 五 不宜把梳子放在马桶上方 一些卫生间比较小 空间有限 很多人就在马桶上挂上镜子 然后放置梳子等物品 梳子最好不要放在马桶上方 应当有一定的距离 否则 会容易把卫生间里的乌气和晦气 聚集在梳子上 再用梳子梳头 容易患上慢性疾病 还会跟人发生口角 六 梳子不可放客厅 客厅的风水作用 乃是藏风聚气 所以整个住宅内的风水气场 都会汇聚在客厅之中 而如果将带有阴煞之气的梳子 摆放在客厅之中 那么必然会导致客厅内的风水气场 受到污秽之气的侵染 这样一来 对于客厅以及整个住宅内的风水 都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对此各位必须多加注意 注意应该放置的位置 找准自己的方法 七 镜子下面 女生的卧室难免会有一个梳妆台 而这个梳妆台上 可是什么东西都有的 不仅仅是镜子 还必须有梳子 当这两个东西碰到一起的时候 应该是风水相继 不过当其中有一个条件 就是需要人的参与 当你不用的时候 还把梳子放在镜子下面 就会让自己卧室的风水 变得群龙无首 最后殃及自己的事业运势 化解方法 可以尝试在家里放置 纯统五地前化解 五地前有党煞房小人辟邪 妄财祈福之功能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佩戴钱币的习俗 五地前是中华民族中最兴盛的 五个帝王锁住钱币 因而五地前更多 汇聚了天地人之气 加上百家流通之财气 故能镇宅化煞 并兼具旺财功能 还能强化主人自信 化解六神无主之缺陷 对于懂风水的人来说 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风水小物 对自己有帮助 五地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朝代 等于是一个吉祥物 请回来的话 可以帮助自己化险为夷 提高自己的运势 使得生活中或者事业上 都会得到前人的庇护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困难 放平心态 积极应对 并且做好相应的措施 对八方贵人相助 除了梳子 家里一些其他不起眼的东西 也会影响家里的风水 垃圾桶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垃圾桶万万不要放在这个地方 有钱人一看就懂 在富裕也住穷 垃圾桶是我们生活必须的生活用品 有些家庭为了可以随时处理掉垃圾 就会买很多垃圾桶 放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其实有句话说得不错 叫做适可而止 从风水上来说 垃圾桶是一个收集晦气的容器 所以它的摆放位置千万不要搞 错错了的话容易影响家里人的健康 财神看到了也会绕道 造成钱财的流失 从生活上的角度来讲 垃圾堆积的地方容易滋生细菌 同样会影响身体健康 一、垃圾桶不适合放在卧室里 卧室是我们修身养息的地方 人们在睡觉的时候 是身体机能最弱的时候 另外 有垃圾桶的地方 就极易滋生细菌 睡在里面卧室的人 就很容易被细菌侵蚀 另外 垃圾桶是晦气物 放在卧室久了 也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 为了家人身体健康 维持夫妻之间的和睦关系 奉劝朋友一句 还是不要把垃圾桶放在卧室啊 二、客厅中的垃圾桶 要放得隐蔽 因为客厅是家里财气凝聚的盘地 也是财神爷进门的必经之地 垃圾桶对财神爷来说 是个晦气的东西 所以他看到之后就会觉得晦气 明明到手的财气 也会随着财神爷扭头就走了的那一刻 跟着消失 家里缺乏财神的庇佑 家里财气就会不景气 财运平平 住在里面的人也会变得不开心 三、厨房放有垃圾桶是应该的 因为在厨房做菜会产生很多垃圾 但是垃圾桶的位置摆放 不要对着炉灶 炉灶是我们主食物的地方 同时也是解决我们温饱的神位 垃圾桶对着炉灶的话 细菌就会很容易跑到食物上 想来都觉得恶心 家人吃了夹杂细菌的食物 身体哪里会好 垃圾桶在厨房最好的位置 就是放在水槽的下面或者旁边 这样扔垃圾也方便 三家里的垃圾不管多不多 一定要及时处理掉 千万不要说要等堆满才解决 要知道垃圾最好是不要过夜的 因为垃圾放在室内超过一天 就会在空气中排放臭味 当然垃圾也是老鼠蟑螂蚂蚁的 寄予的盘中餐 所以垃圾不及时清理的话 不就是给机会这些动物开餐吗 四、家门口 为什么家门口不能放垃圾桶呢 这就得从实际使用角度来说 家门口是我们进出房屋的必经通道 也是展示家庭形象的重要窗口 它就像是家庭的一张名片 给人留下第一印象 家门口的环境应该保持整洁美观 而将垃圾桶放在家门口 却会给我们家抹黑 甚至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首先垃圾桶会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这股气味会弥漫在整个楼道或门口区域 让路过的人感到不适 这种意味不仅会影响他人的心情 还会给邻居留下不好的印象 破坏邻里之间的和谐关系 谁愿意每天经过 一个散发着恶臭的门口呢 其次 垃圾桶容易成为细菌和病毒的聚集点 这些细菌和病毒会随着我们的进出带入家中 尤其是在流感等传染病高发季节 这种风险更是大大增加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垃圾桶 而让家人的健康受到威胁 如果垃圾桶没有及时清理 垃圾堆积过多 还可能会吸引老鼠野猫等动物 这些动物不仅会破坏环境卫生 啃咬垃圾桶和周围的物品 还可能会携带各种病菌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 最后从风水角度来说 垃圾桶会产生浊气 从而影响家里的风水 给家人的运势带来负面影响 故而我们最好不要在家门口堆放垃圾 也不放垃圾桶 如果有垃圾产生 一定要及时扔到垃圾站 五 玄关是家里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而且玄关对于我们来说也特别重要 玄关是家里一切好运和财气的入口 所以玄关处的装修一定要特别谨慎 玄关装修一定要干净利落 越是简单越好 一定要避免繁琐 这样财神才愿意进入我们的家庭 送财送福 垃圾桶也不要放在玄关处 垃圾桶是收集垃圾的东西 会有很重的污秽气道 如果放在玄关处 财神也不愿意进入我们的家庭 就连家庭的运势也不容易旺盛 玄关处摆放垃圾桶 还会把煤运着到家里来 特别晦气 三注意卧室的大小 老人的话不假 枕头底下放此物 家庭富裕 横财大发 早知道早发财 卧室面积太大或大于客厅 都是不好的风水格局 因为卧室太大太亮 或者窗户太多 容易不聚气 会令财运下降 卧室太大 也容易导致夫妻感情冷淡 一般而言 主卧室的大小 以床前的空间 不超过一张床的长度为准 卧室的位置应该居后 在其他房间的里侧 这样 不仅有利于提升居住者的 睡眠质量 还有掌握整套房子的感觉 大立屋主人的事业官运 社会生活中通常是 重要主管或指挥官 在后方策划 掌控大局 家居布局 也是一样的道理 似镜子傻 镜子是用来挡煞的 所以如果你安置在卧室 是一定要格外小心 的因为镜子具有反射作用 而且镜子还是属阴气的东西 所以不宜对床 对床会造成精神恍惚 更不宜对峙卧室门 对卧室门会把财气反射出去 影响风水 卧室风水常识 很准很实用 让您和美幸福 一床头放花一泛桃花 夫妻两人都会有外遇 久而久之会分道扬镳 家庭破碎 二床离玻璃窗太近 空透无疑不能脚踏实地 影响事业的发展 现代大都市往往楼前有楼 楼后有楼 楼边有楼 卧床过分地靠近窗户 使得卧室不能很好地保持其私密性 另外由于城市变得日益繁杂 脑人的噪音将穿过这扇并不太厚的玻璃窗 而影响您的睡眠 窗下多梦的说法 也在我的实践中得到应验 据以前的风水书籍中记载 卧床太靠近窗户 容易导致红杏出墙 由此一说 三床头欠静 招惹鬼魅 主人经常头疼失眠 浪漫要讲原则和风水 可不能因为浪漫而影响了健康 许多年轻人把屋子装修得标新立意 殊不知物个有序 被之受迁累 寺卧室家具既用不平整 不平整即代表不和谐 久居则一生口角是端 五床上和地下凌乱会影响主人的运气 在生活中 许多人不明白 整洁能带给人好运的道理 其实风水并不像大家想得那么复杂 它就在你身边 既不像有些人故意把它神秘化 碰到了天上 也不像一些人根本就不懂风水 却说是迷信给踩到了地下 风水就在你身边 无处不在 简洁易懂 谁都知道乱糟糟的人 做不出大事一样 所以收拾好你的环境 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好运自然来 六卧室洗用整窗 既用分开的两扇或多扇窗 本来就是一面窗墙的事 却分成好几块 想来都麻烦 风水难怪也机智一点 做事多有分歧 不能一气呵成 买房时要多看看 七花草适合摆客厅 不适合放在卧室 卧室洗放大叶阔叶的植物 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 增强主人的财运 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一得上司青睐 小叶花草会让主人陷入琐碎的境地 做事老有反复 八卧房形状不宜斜边凸角 卧房形状适合方正 不适宜斜边或是多角形状 斜边容易造成视线上的错觉 多角容易造成压迫 因而增加人的精神负担 长期下来容易罹患疾病 即发生意外 就卧房白天应明亮 晚间应昏暗 卧房应设有窗户 除了空气得以流通 白天更可以采光 使人精神畅快 而晚间窗户应备有窗帘 挡住户外夜光 使人容易入眠 时预测不宜改成卧房 现代大楼管线整体施工 所以整栋大楼预测 都设在同一地方 如果将预测改为卧房 势必造成 睡在楼上和楼下两层的预测当中 而预测本为潮湿不洁之所 家在当中 必然对环境卫生有所影响 另外 当楼上马桶水管一开动 也绝对会影响到您的安宁 所以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十一房门不可正对卫生间 卫生间是工人排泄的地方 容易产生晦气和湿气 所以正对房门 会对卧房的空气产生影响 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 十二房门部 可正对厨房或和厨房相邻 厨房炉火煎炒 排出油烟 容易影响正对的房门 危害人体健康 并且使工作表现不稳定 厨房是生活之处 甚为燥热 所以也不宜与卧房相邻 尤其是睡床紧贴炉灶的墙 十三房门不可对镜子 镜子有反射作用 在风水上可将煞气反射回去 所以可挡凶煞 但是镜子对着房门 会将凶煞冲刻照进卧房 招来不好运势 十四镜子与落地门窗不宜对床 镜子是用来挡煞 作用是把煞气反射回去 所以不可对床 尤其人们从睡梦中醒来 在意识不很清楚时 容易被映在镜子 或落地窗里的自己 所惊吓 十五睡床或床头 不宜对正房门 睡觉时最讲究安全安静和稳定 房门是进出房间必经之所 因此房门不可对正睡床或床头 否则睡床上的人容易缺乏安全感 并且有损健康 十六床头不可紧贴窗口 窗户为礼器进出之所 所以床头贴近窗口容易反冲 在睡床上的人因看不见头上的窗口 容易缺乏安全感 造成精神紧张 影响健康 十七床头不可在衡量下 天花板一平坦 既有横凉横凉 在心理上容易产生重体的感觉 尤其人睡在横凉之下 会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造成精神上的压迫 影响健康事业 十八床头忌讳不靠墙壁 人平躺时 不容易看见头顶上 所以床头一靠墙 避免镂空而减少安全感 否则睡在床上的人容易精神恍惚 疑神疑鬼 影响健康事业 十九床应加高离开地面 床面应离开地面五十公分左右 床底必须保持清洁 不宜堆积杂物离开地面 并且不堆积杂物 能保持床底空气畅通 减少地面湿气渗透入床垫 而影响健康 二十卧房不宜摆过多的植物 过多的花草植物容易聚集阴气 并且植物于晚间吸收氧气 释放二氧化碳 所以容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